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里想叫我警察总比叫我是强盗或是贼来得好 当我要转去华与堂服侍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发简讯告诉我说 你是我永远的主内家人 我的牧者 我的警察 盼望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好警察 维护神家和神国的秩序和平安 年关将近 政府也提醒人们要小心骗子 爬手和小偷 在神的家也是一样 我们要小心 格外的小心 让我们今天继续的透过罗马书来到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的来读罗马书三章23到25节 罗马书三章23到25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百百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 现实所犯的罪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让我忽然间想起天运诗歌 其中一首很美的诗歌 这样的唱道 我没有罪 没有罪 杀人放火我不会 偶尔说谎流了罪 天下乌鸦已半黑 许多人都不明白罪的定义 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放火 怎么会有罪呢 其实罪不只是外在的罪行 更是一种内心 拒绝神的一种态度 所谓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是没有用神当得的荣耀来荣耀他 当人在生活上拒绝神的时候 神的荣耀不再能在这个人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第三章是保罗专门针对犹太人信仰问题的谈论 保罗在讲论因性正义的真理的时候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犹太人 因为传统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因血统称义 因律法称义 因行为称义 保罗却提出因性称义的真理 把犹太人一直以来用为夸口的根据 变成了与得救没有关系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之所以得救 绝对不是靠着自己各方面的条件 努力和好行为 当然这一切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不要忘记 唯一能够叫我们得救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面对大环境不断的改变和冲击 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重心和方向 对主的心也失去了渴慕 虽然还是做基督徒 但是生命却没有接受主的掌管 日子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出发点 对神的事 心有余力不足 力不从心 提不起尽 今天 这是不是你和我的一个写照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中的火 能够重新的被点燃起来 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天父 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主我因信称义 是神祢赐给我们的 白白的恩典 主 我们恳求神啊 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让我们愿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 主啊 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带领我们 让我们更渴慕你 让我们更愿意遵守你的道路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回转向你 让我们的心回转会向你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好 弟兄姐妹 我们欢迎你下载4F的灵修文档 继续的与我们一起的来到 思想神的话语 愿你每一天遇见神 感谢主 我们再见